2009年 美国环球有限公司推出了一部名叫 《十三号仓库》的美剧 这部剧虽然是个悬疑科幻剧 但是各种梗玩的飞起 颇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意思 故事的剧情大概是 有一个收藏各种超自然物品的仓库 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超自然法宝 比如 其中有一个阿尔卡彭的冲锋枪 这把枪子弹无限 但是子弹会枪斗术 可以绕过一切穷人 优先打击在场最有钱的人 还有一个法宝是斯大林的睡眠眼罩 只要戴上 立刻会陷入深度睡眠 还有红色烟雾和镰刀斧的特效 但副作用是 睡醒后必须引用大量斧特加 而这部剧中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道具 赫尔曼拉姆的怀表 这个怀表的功能极其特殊 只要按下计时 就能立刻化身为犯罪高手 但是副作用是 将会变成极其重视细节的强迫症 每用一次 强迫症就会更严重 直到最后完全疯掉 那么 这个赫尔曼拉姆是谁呢 在科佩尼克上位的故事里 我提过 抢银行的历史 是以1918年 拉姆技术为飞水领的 之前的叫古典派 之后的叫现代派 而这个拉姆技术的发明者 就是美国劫匪的精神领袖 倒霉人类的观察样本 强迫症患者的正面典型 抢银行界的大闲至圣仙 新师赫尔曼·卡尔·拉姆 大家好 我是新人阿哥 咸鸭蛋可爱 1890年 赫尔曼·拉姆降生于 德国卡塞尔的某家庭 他的家庭状况 如今已经无法查到 只知道他从小当过屠夫学徒 而且很早就脱离了高级趣味 拉姆的少年时代 虽然称不上是品学兼优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狂嫖烂赌 他不仅每天不学好 而且他的一生 始终有一个显著的buff 运气极差 中期一生 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技术 和倒霉的命运交进 本来赌博就是个十足九书的事情 再加上他运气不好 所以整个少年时代 都在可持续性的身无分文中度过 为了搞钱 拉姆只能另谋低究 没有任何技术的他 进入了传统行业 打劫 不过他倒是没有暴力打劫的勇气 他的打劫方式 简直是养勇的手办 卑鄙小人 他在过往行商的啤酒里面下药 把人麻烦了 趁人最早时搜刮财物 踢同跑路 堪称德国孙二娘 但是 以拉姆的运气 他干这种事不可能不出差辟 1910年 拉姆又麻烦了一个过路的 趁人家睡着 翻人家的包 打开以后有不少现金 再一看证件 德国黑森州市政警察 正如我们在科佩尼克上卫那集中所说 20世纪初期的德国 是个高度军国主义的国家 正是军警献特横着走的年代 把警察给打劫了 一旦被抓住 诸联九族都算从情发落 拉姆觉得 当时的德国 只有一个地方能给他提供庇护了 军队 在德二时期 如果你有前科 那这辈子是别想当兵了 但如果你犯了事却没被抓住 那么恭喜你 军队将是你最坚固的堡垒 因为没有任何警察 有胆子去军营抓人 拉姆赶在警察抓他之前 加入了德军 而且 由于江湖经验丰富 还很快混成了低级军官 但是 他即使当了兵依然死性不改 继续狂嫖烂毒 只不过独有变成了部队里的战友 由于他的运气一如既往的差 他在堵桌上 就是稳定的给战友们输出自己的军项 由于输得太惨 拉姆终于开始发掘自己的潜能 他觉得自己之前赌博总输 是因为运气不好 而自己的运气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好 所以只能依靠个人的努力 于是他开始学习在赌博中出签 简单的说 就是藏牌 由于脑子好使 手艺也不错 很快 拉姆的签术练得炉火纯青 在赌博上 从给战友们输出军项 变成收集战友们的军项 在这个时候 命运又一次找上了他 1912年初的某天 拉姆这天没有和战友们打牌 而是和长官们一起玩抽牌普克 本来靠着自己的藏牌技巧 正在大沙斯方时 他的凳子的一个脚突然断掉 把拉姆摔了个四角烧天 如果只是摔了一跤也无所谓 问题是 他在摔跤时 把袖子里的牌全都摔出去了 偏巧的是 那天和他玩牌的牌友们 其中有一个是他的团长 就这样 拉姆顺理成长地挨了一顿豪 被开除了军级 但他离开了军队 说不定就得被警察抓住 所以走投无路之下 拉姆一咬牙 那我走 1912年末 大贤至圣先师 拉姆抵达了他忠诚的美利坚 虽然换了个国家 但他的人生轨迹毫无新意 基本把在德国的经历重演了一遍 到达美国后的他 加入了美国国籍 找了个屠夫的工作 继续狂嫖烂赌 然后可持续性的生活分文 然后继续下蒙汉要节套 一点新意都没有 没开二度了属于是 而且 到了美国的他一如既往的倒霉 1914年 他给一个美国人下药 结果这个人是个酒蒙子 耐药性比较强 下药后很快就醒过来了 发现自己钱埋了后 立刻去报警 警察很快就把拉姆给滴溜进去了 在监狱里的拉姆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 他感觉 我真傻 真的 我单知道在德国下药后 有警察过来 把我抓进去 我不知道美国也会有 所以 他痛改前非 觉得自己为了借点钱 蹲监狱实在是不值 要蹲监狱 至少涉安金额得到点吧 既然横竖是抢劫 与其抢路人 为啥我不抢银行呢 实际上 拉姆有这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 在20世纪初期 美国的治安基本是 一直成建制心上 歌谈是文而落泪 在1929年经济危机以前 美国在20世纪初 已经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 社会矛盾很大 而且 1920年G90的下达 更是加速着城市黑帮的崛起 本来西部时代的匪帮 就没有彻底清干净 城市里犯罪形势又迅速恶化 加上每次经济危机来的时候 政府都缺钱 警方拨款不足 一声一降之下 当时的美国治安 大家可以想象 说个最直观的例子 由于劫匪太多 当时的美国 抢劫都开始内卷了 1930年的某天 芝加哥一家比较偏远的邮局 曾经在一天之内被抢了六次 惊登记作了水日 所以 拉姆决定加入的这个行业 并不是另辟蹊径 而是一片绝对的红海 从监狱出了以后 拉姆没有贸然行动 而是进行了一番市场调研 复盘了经典案例 梳理了行业打法 准备对行业痛点进行精准切入 当时的美国抢劫 主要分为两个流派 第一种比较粗暴 玩个荒野大标课的朋友 应该感同身受 这一派走的是西部匪帮风 光天化日之下冲进银行 冲天或者冲人搂两枪 然后劫持银行经理 打开金库 能拿多少拿多少 这一派抢劫风格能够奏效 是因为当时美国西部警力 极其薄弱 美国镇就几个治安官 劫匪根本不处他们 可是随着美国城市化的进步 城里的警察越来越多 火力越来越猛 这么干的人就少了 之前抢银行顶多上通缉令 现在抢银行偶尔能上法医教材 标题类似于 碎时的完美还原等等 由于第一种太粗暴 所以在拉姆的年代 美国的银行劫匪一般选的是第二种 一种更为粗暴的方式 第二种抢劫方式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但第二种解法技术难度很高 难点在于 炸弹的分量很难掌控 放少了 外墙炸不开 曾经有个叫亚当卧师的解匪 就犯了这种错误 炸药放得太少 忙活了一宿都没多少 不过如果放多了 下场更惨 很可能把里面的钱炸碎 那就是使喀朗碰身便秘的 白赖一趟了 如果仅仅是钱炸碎 还糟罢药 1893年 有个叫强尼伟色的哥们 生怕金库外墙炸不开 放了五倍的炸药量 结果把自己和金库外墙 一起送上了天 拉姆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 他出狱后来到了犹他州 搞到了炸药 挑了个黄道吉日 来到了银行的外墙边上 点火爆炸 砰 炸完以后 拉姆傻眼了 作为曾经的职业军官 拉姆对炸药的计算非常准确 如愿炸塌了银行外墙 可是银行外墙塌了以后 里面露出来的不是现金 而是一道毫发无损的全钢保险墙 银行的墙塌了 但也没完全塌 一脸懵逼的拉姆 还没搞明白啥事 警报声就响了起来 警察光速出警 抓捕了拉姆 警察表示 你小子哪怕早来一周都得手了 这家银行上个礼拜 刚升级了保险墙和布景器 你算是捡着了 就这样 抢银行被随的拉姆又一次入狱 不过 这次他在监狱里 真的反省了自己 他觉得自己这么倒霉的人 靠走寻常路子 根本都足以跟倒霉的命运相抗衡 自己想成功抢劫 必须要用穷举法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虑进去 才能成功 拉姆在犹他州监狱里的反省 堪称美国犯罪史上的龙场悟道 后世无数的银行劫匪 在回忆这一时刻时都不得不说 天不生拉姆 万古如长夜呀 在犹他州的监狱里 拉姆蹲了一年 在这一年里 他开始了思考 拉姆认真回忆了德国军队的优点 他觉得德军至少有三个优点 有纪律 重细节 够专业 按着这种思路 出于后的拉姆 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 他要建立一个专业团队 过去的劫匪 都是进去银行大帮轰 他们不行 拉姆注重顶层设计 明显团队每个成员的差异化赛道 实现团队价值的偶合 团队成员分工明确 劫人质的劫人质 冲柜台的冲柜台 抢金库的抢金库 用鲁迅的话说就是 爱走东东的别走西 能穿裤衩的 必穿泳衣 第二步 要侦查好所有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 银行里是否足够多的钱 值不值得为这个抢一趟 比跟苏联的幻影团队似的 四个人抢银行 抢他们一大包衣服回来 除了现金数量 还要明确建筑结构 金库位置 守卫力量 雇员情况等等 还要侦探好附近警局的位置 警察的反应速度 火力情况等等 还要侦查逃跑路线 不仅要有路 而且要备用的路线 备用的车辆 由于实在太倒霉 他每次连备用的计划 都做好几份 保证万无一时 第三步 是排练 拉姆意识到 天下武功 无间不破 唯快不破 他出狱以后 在郊区租了个破仓库 用柜子来充当柜台等道具 带领团队反复练习 制定路线 反复练习到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路线 熟记于心 而且整个抢劫过程 能在警察到来的 三分钟之前结束 第四步 是公寓善骑士 避嫌利息器 拉姆定制了一种 开口在夜下的特殊背包 便用往包里装钱 同时 选用改装后的高速赛车 用来跑路 在抢劫之前 他会开车 先在逃跑路线上跑几次 连天气和转弯速度 都考虑了进去 总之 为了对抗自己倒霉的命运 拉姆把一切都考虑到了极致 1918年2月 拉姆出狱 他出狱后 立刻开始执行计划 一边在实践中锤练团队 一边进行经验总结 靠着这一套 缜密到极致的计划 拉姆并不确认地 抢劫了数个目标 其中比较典型的 比如1924年 西北国家银行抢劫案 1924年12月8日 西北国家银行的 一个普通营业日 上午9点 银行刚刚开业 拉姆站在银行街对面 派出了自己的侦察员 侦察员装作半夜午走进银行 确认里面所有的情况 跟演习的情况完全一致后 给拉姆打了个手势 收到信息后 拉姆向不远处的汽车 摆了摆手 两辆车带着六名劫匪 冲进银行 他们快速将桂圆赶出吧台 命令他们趴在地上 两名劫匪负责看管工作 剩下的四名劫匪 开始劫持金库警力 疯狂洗劫现金和票据 有条不紊的抢劫 持续了五分钟 拉姆一声口哨 六名劫匪迅速有序撤离 几乎同时登上汽车 两名司机是优秀的赛车手 众人上车后 猛踩油门绝尘而去 等警察到达现场时 劫匪已经离开了超过十分钟 事后银行轻点损失 在五分钟的时间里 劫匪们截走了 三十万美元的现金和债券 刷新了美国抢劫的效率记录 当天下午 拉姆和劫匪们聚会分赃 大家纷纷前后就地解散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这只不过是他人生中 几十次成功抢劫中的一次 看起来 他似乎开始了一种良性循环 成功靠着精密的计划 抗衡了倒霉的命运 真的如此吗 如果人可以利用人力逆天改命 那么命运一定会从其他地方 找回厂子 从1920年到1930年 拉姆带着他的团队纵横全美 做下了数十起大案 累计抢走了超过 一百万美元的现金 堪称美国银行劫匪中的顶流 而由于他频繁地使用化名 几乎没人知道 这么多起抢劫大案 是由同一个人犯下的 那么在这十年里 拉姆除了抢银行以外 其他的时间一般在干什么呢 在坐牢 由于计划周密 拉姆从未暴露过 银行劫匪的身份 但他在这十年里 数次进入监狱 而进监狱的原因 全都是因为第二倍 1920年 拉姆去堪萨斯州找个朋友 在杂货铺买东西的时候 忘了结账 跟店主发生了点口角 双方打了起来 拉姆获胜 成功喜提一年渐进 1927年 拉姆在酒吧喝酒 喝完酒后想找个墙角撒尿 结果迷迷糊糊 把一个女士的院门 当上了墙角 又被浪成猥亵 抓起来关了半年 类似的进监狱的经历 还有很多 拉姆在十年里 屡次被抓 1929年 他又一次在伊林诺伊州被捕 这次 警方真的怀疑 他曾经参与银行抢劫 但由于查无实据 没多久就把他给放了 按说 这次他已经离漏线很接近了 拉姆会准备筋喷洗手吗 拉姆在伊林诺伊州出狱后 开始了自己的分析 美国地方 离台发生大规模枪劫 完把欠辞 Yes or no 乃伊伦说 但世家无不主意的 正是在这个固战场上 决定了多少代废谤的 省率行望 刺刑毕落 所以 古乃就有 敏凤蠢朴之说 我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在讨论着 凡德林邦摆奏寡骂 仿佛着美国古战场 对我们注定凶多几少 二十年前 我从德国踏上整土 开始了第一次戏政 欧美印航皆废 虽鬼与同 本人奔队 缩刀之处 命中薄头疏窜 真可谓斩尽天使 那种啵啵生计 万无警发的境界 已有在眼前 短短二十年后 这里竟一变而成为 我们的掌身之敌了吗 无论怎么讲 抢劫世界人 是刘师庙对拔师庙 有事在握 所以 经过对形式的分析 匪员长拉姆 没有任何金奔洗手的意思 他很快召集了几个队友 准备开始新一轮的抢劫 拉姆召集的团队 包括他自己 奥破手戈尔特 自己的门徒克拉克 和70岁的绰号叫 老爹的银行姐匪兰迪 这几位都是他的老队友 记忆精湛 经过简单的练习后 拉姆觉得 熟悉的感觉回来了 这一套团队 简直是余和尾眉的退线 绝配呀 他准备带着弟兄们 抢劫印第安纳州的 州立公民银行 这个银行现金不多 但是首位也松散 随手抢一下 就当赚点零花钱了 但是 在他的计划之下 发现缺了一个开车的 所以 他找来了本地的知名赛车手 艾特巴·红特 他虽然从未跟红特合作过 不过 他感觉一个司机 会开车跑得快就行了 在自己缜密的计划下 这种变量 不会有什么影响 1930年12月16日 一辆全新的别克轿车 在这抢劫五人组 停在了公民银行门外 9点钟 银行准时开门 负责抢劫的四个人 准时冲了进去 进去以后 四个人清车熟路 控厂的控厂 开金库的开金库 拿钱的拿钱 顺利的一如既往 7分钟以后 时间到了 这些人抢到了15567美元 出门准备跑路 结果出门以后 四个人傻眼了 只有我们的车呢 拉姆把头一扭 发现自己的别克正在掉头 而街上有一个手里 拿着线弹枪的家伙 拉姆立刻明白了 这个人是个理发师 所谓理发师 指的是二三十年代 美国的城市团练组织 由于当年的美国 治安环境实在太差 警力严重不足 所以有条件的社区 纷纷将社区内 有伍德的南京们 组织起来结社自保 在各地的地盘 结硬寨打贷账 防止抢劫 而今天 拉姆他们运气不好 正好就碰上了一位理发师 其实 当天的那个理发师 完全没有发现 拉姆他们在抢银行 他只是拿着枪 在那里巡逻而已 可是新过来的司机 红特心理素质太差 看见有人拿枪过来 慌忙掉头 准备扔些团伙和跑路 就在这会儿功夫 拉姆他们出来了 敏为了咋回事的 拉姆也不含糊 人家的预案里 早就考虑到有这种情况 他拿起枪 对着理发师 就是一顿射击 掩护着大伙成功登车 结果红特这个菜鸟 已经完全蒙了 重生上车之后 他还没等掉头的动作完成 就蒙踩一脚油门 咣当 汽车右前轮 撞在了马路牙子上 爆胎了 紧急情况下 还是拉姆比较冷静 他告诉红特 别慌 再破的车也比两条腿快 别管轮胎的事 这个理发师没车 追不上咱 继续开 果然 两条腿的理发师 追不上三个轮的抢劫团伙 几个人顺着逃跑路线 成功转禁 可是早晨的枪响 也惊动了当地警察 本来警察对这种事 也是小约翰不怕开始烫了 但是 当地的警察局长赫尔木斯 却责任感爆棚 城里没抓到拉姆团队 开始带着人 沿着公路搜索 本来这种搜捕 应该是没啥希望的 可是当天负责搜捕的警察 居然瞎猫碰上4号的 在68号公路上 碰见了正在换轮团的拉姆团队 对于拉姆来说 按说城外已经是安全地带了 他万没想到警察能追到这里 只能开一栋破车继续逃命 不过拉姆此时依然不慌 倒霉了多年的他 心里预期早就已经无限低了 人家有预案 他淡定的告诉司机红色 前面第二个路口又转 之前已经侦查好了 那里有个农场 里面有一辆马力不错的别克 抢了他 咱们就能逃出生天 别慌也有预案 几个人开车到了农场 果然有一辆别克停在路边 还有个老头在旁边比估着什么 跟几个也不废话 一脚踹倒老头 怎么踩不到底呢 事后的调查显示 这辆车的车主是农场主尼尔森 被拉姆他们踹倒的老头 是尼尔森的父亲 这老爷子年过八十 但人老心不老 经常开着儿子的车上演头温自低 什么氮气加速九连弯 傻野子都敢玩 实在担心父亲的尼尔森 不得不在车上装了一个限速器 让这辆车的速度 永远不会开到56公里每小时 拉姆他们不知道 这辆车为啥速度上去 但是他们知道 枪声引来的警察和列发师 已经多达一百多人 这时候速度就是命 不过此时的拉姆依然淡定 他告诉红特 别慌 也还有预案B 沿着这条路直走 前面应该有一辆 马力强劲的卡车 抢了他 我们逃出生天 果然 一群人开出去没多远 就看见了那辆雪佛兰卡车 拉姆他们很顺利地抢到了车 这辆车有超内膜的轮胎 也没有任何限速装置 我们出发 胜利就在眼前 几分钟以后 拉姆惊讶地发现 正在鸟车的散热器漏水 没开出去几步远 其实就冒烟了 心里已经万满奔腾的拉姆 此时依然保持了领导者的淡定 他坚定地跟红特说 别慌 也跟倒霉这件事斗了一辈子了 啥情况都考虑到了 别紧张 老夫还有预案C 前方赶紧右转 去达纳镇 那里有一辆福特 咱们还有机会 一行人带着一百多个追兵 到达了达纳镇 艰难地抢到了这辆福特 轮胎完好 没有限速器 散热器状态正常 水箱也是满的 起车 我们出发 然后 打火的瞬间 他们就看到了 油箱里只有一家轮的油 一群人看一下拉姆 拉姆都哭了 这回我他们也没预案了 不过一家轮的油 也能跑一点距离 你守着现在哪有车呀 你嫌破我还嫌破呢 开车跑吧 然后 他们发现 自己在达纳镇 并不是全无收获 一位叫乔沃克的副警长 此时正带着一百多人 搜捕另一支犯罪团 正好经过达纳镇 见到一群人在追拉姆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追击大军 追捕拉姆的队伍 达到了浩浩荡荡的两百多人 跟拉力赛差不多 小小的达纳镇 空前地热闹了起来 此时的拉姆 也顾不上什么路线不路线的了 就一家轮的油 跑到哪顺哪儿吧 一群人继续前进 终于 在这辆福特马上没有的时候 在伊利诺语州西德尔镇的郊外 发现了一家农场 他们惊喜地发现 农场里有一辆大马力的货车 看到这辆货车的时候 拉姆的心情真如 石顶钢门御公策 两腿蹲马 捡手指 我倒霉了一辈子 老天爷终于知道心疼我一回了 然后 他们惊喜地发现 这个货车的主人有点特别 这家农场的名字 叫做利奥莫迪农场 农场主叫莫迪 听名字就知道是个神人 敢在二三十年代的 美国郊外开农场 都不是一般人 为了防止难来别往的强盗们 抢劫自己 莫迪也在农场里 设置了一些基本的自卫武力 简单地说 莫迪农场里有一座高塔 而莫迪在高塔上 安装了一架马克勤 看到有人要抢自己的爱车 莫迪没有任何犹豫 打开机枪就是一阵输出 当场击毙了司机红色 拉姆他们想开火反击 跟马克勤的火力相比 实在是不值一提 此时 后面的二百多追兵也赶到了 如何形容拉姆此时的处境呢 对此 通了韩国日报社评论道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 拉姆基本是交代了 不过 拉姆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叫伯埃托的小警察 在足足350米外的距离上 随手蒙了一枪 直接抱头了拉姆 美国犯罪界的一代宗师 就此嫁喝戏嘘 这是在人生中 最后一次走回这儿的 拉姆死后 他的团队死的死 降的降 几年以后 他的两个徒弟 把这套拉姆技术 传给了一个叫 约翰·赫布特·狄林杰的人 后者将拉姆技术发扬光大 并且将这一套方法论 真正公主于世 跟至圣先师拉姆不同 迪丁杰不仅是劫匪 而且是反社会分子 他不仅用拉姆技术抢银行 还抢了四家警察局 而且 站在军人肩膀上的他 创造力更强 他曾经带人假扮成剧毒抢银行 在银行外面 派人假扮成设置组 几百名群众们喜闻乐见地 围观了整个抢劫过程 并且表示 动作戏圈圈刀肉 演员感情丰富饱满 真逼真 1934年7月22日 迪丁杰在爱德加胡佛 部署的围绕下被击毙 而他被击毙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 在他发现警察时 想要掏枪 口袋里的手枪 却被布料缠住 无论如何拿不出来 因此无法反抗而被击毙 所以在迪丁杰被杀时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幽灵 一个拉姆的幽灵 一人在美国的上空飘荡